下面呢,我们就正式带着大家来开始解方程,这是我们的主题,要解方程,先从最简单的一阶方程开始讲起,一阶方程就是在一阶等,有哪些类型呢? 第一种类型最简单叫可分离,什么叫可分离?就是说能写成这种形状,GY底Y,你看这端都是Y,等于FX底X,这端都是X,能把XY彻底分开,这就叫可分离,这种方程叫可分离,怎么解得记住,怎么解呢?解法就是两端直接做积分,大家做完了,两端直接积分就是这个方程的解, 积分得自己算嘛,你自己算一算就行了,好,这是第一种方程,再来,第二种方程,其次方程,什么样的方程叫其次,认识一下,一阶岛等于什么?等于Y比X的形式,DY比DX等于Y比X,这种情况就叫什么?就叫其次方程,怎么解答换源,把Y比X换成用,这个方程就能够解出来, 那至于换源以后怎么解,怎么写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怎么体现的,我们放在题目中,带着大家去解,你就一句话,没有必要背那么多,就一句话,变量可分离,两端积分解,其次方程,做Y比X等于U的换源去解,对吧? 用这个想法,用这个换源的思想,去把它解出来,好,再往下,第三个,大革新,这个重要,这个极其重要,这是一阶线性,考试就喜欢考这个,特别喜欢考这个,一阶线性,来认识一下,什么样的方程叫一阶线性,能写成一阶岛加PXY等于QX,这种方程,人们起名字叫一阶线性,好,这里面解释一下, 一阶,我们懂了,一阶是指的什么,指的一阶岛,什么叫线性,线性是指什么,线性是指一次方,这个一次方是对谁而言,记住啊,这个线性是指什么呢,是指对Y,YIPS,对Y,YIPS,Y2PS而言,是什么呀,是一次方的形式,这就是线性的意思, 线性是指的对Y,不对X,因为Y才是未知的,Y是要求的,要求出这个解嘛,对吧,所以对Y来讲,对YIPS来讲,对Y2PS来讲,咱们是以几次方的形式,是一次方的形式,这是对谁呢,对Y,YIPS,Y2PS等等,对Y来说,是一次方,这就是线性方程,线性方程有什么好处, 线性方程的好处在于,它的通解就是什么,就是全部解,二者没有区别,我们同学可不要有个错误的认识,说老师,通解就是所有解,不对,通解是通解,所有解是所有解,这个不一样的,但是什么时候一样,线性方程,线性方程,通解跟所有解没有区别, 他俩是完完全全一样的,如果不是线性方程,不一定,如果不是线性方程,如果不是线性方程的话,通解只是全部解的一个子集,通解代替不了什么,代替不了所有解,代替不了的, 所以我们喜欢什么方程,我们喜欢线性方程,原因就是他俩能画等号,非线性方程不行,他们这个叫画不了等号,那考试考谁,那考试只考通解,记住吧,考试只是考通解,不考谁啊,不考这个全部解,那你要知道,如果考全部解就麻烦了,考全部解的话,你找到通解以后, 你还得检查你丢没丢解,你如果丢的解,你还得找回来,这个找回来好啰嗦的,所以考研在这个地方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考研从来不考全部解,考研只考通解,听懂了吧,丢的不关心,因为你不是让我找所有解,对吧,丢谁了,我不管,我找到通解就行了,什么是通解,代替常数就行了,对不对啊, 这个概念得过关,好了,再来,作为一阶线性怎么解呀,解法就是套公式,有个公式,给我背下来,Y等于谁,以一为底,复P,然后再来,以一为底,正P,再正K做积分,再加C,好,有一点需要说明,这个地方的积分表示什么,各位,你们得明白,这个的,为非方程中的积分,都是表示一个圆函数,表示一个哈,这些积分, 这些积分,都是代表一个圆函数,不要加C,这个C干嘛呢,这个C都单独给它加出来了,所以呢,在为非方程这个地方有个约定,积分号,不再给它加C,这只是表示一个,这个C单独加,这样来分析,好,这是一阶线性,再往下,第四个,伯努力方程,这个呢,数学啊,数学三是不考的,所以只对我们评文前,数学一的同学,来,数一,认一下,什么样的方式, 这种方式叫伯努力,一阶导加PXY,等于QXY的α字方,α不取01,这种方程就叫伯努力,这一看好像跟谁很像啊,跟一阶线性,跟一阶线性太像了,对不对,一阶线性是没有谁,没有这个Y的α字方,对吧,如果没有这个蓝颜色的,那就是一阶线性,既然长得像,那解法应该也很接近,果然,怎么办呢,解法就是做换源, 把Y的1-α换成U,数学一,记住,把Y的1-α换成U,伯努力就能变成谁,伯努力就能变成一阶线性,然后,这个往下不就出来了吗,对不对啊,把不会的变成会的,然后再往下求解啊,好,那么一阶方程,我们屏幕前就,应该是这四种类型, 屏幕前对数二数三就三个,对数学一有四个,这四种类型,必须记住它的形状,然后背住它的解法,通过几个题把它列一下,比如立一这个题,我们来看,给了一个方程,Y1-A等于Y,然后1-X再比X,这个方程,你看,我们都是考什么,我们都是考通解, 不考全部解,那解,这个是哪一个方程啊,由于这个,一接到能写成谁,能写成底Y比底X吗,然后等于谁,Y,然后这是1-X,是不是再比个X,由它可知,知道什么,好像可以分离一下,说我把Y给它拿过去,那就是Y分之一底Y,然后等于什么,这呢,是不是有个X分之一, 再减一,再来个什么,是不是DX,你看,是不是把Y除过去,把DX的称过来,这不达到什么方程了,变量可分离吗,这一端只有Y,这一端只有X,那变量可分离怎么解呢,打两端积分,是不是两端积分解呀,咱们都讲过的呀,变量可分离,就是两端来个积分号,那所以推,Y分之一做积分,我们知道是谁,应该写LongY的绝对值, 那这一端呢,再来,X分之一做积分,是LongYX分之一的绝对值,这个LongYX的绝对值,LongYX的绝对值,减一,一做积分是来个X,再加个谁,再加个常数C,所以你看,积分不加C了,这次积分都表示一个元函数,表示一个哈,所以你看,这点我写了一个元函数,那我写了一个元函数, 这个常数C单独降,那再往下,也挤这个Y到底是谁呀,那这样的话,我们得整理一下吧,两端取个E,那这样的话,左端是谁,左端就是Y的绝对值,右端就是取个E的话,那取个E这变成谁了呀,E的LongY绝对值,就是X的绝对值嘛,那再来个谁,再乘上E的-X, 再乘上谁,是不是E的正C,你打个曹高纸嘛,应该是这东西,然后呢,把绝对值拿掉,Y的绝对值拿掉,这个地方拿掉,绝对值拿掉,我把绝对值拿掉,这要加个什么呢,是不是要加个征符号,但是你应该知道,这个征符号真的有个谁呢,有个EC,这是一个常数,对吧,EC是个数,那这个正负EC,人们又能写成什么,又能够把它寄作一个常数, 比方说叫CE,是吧,可以这样来认为,所以刚才呢,你刚才这个地方写个谁呢,先写CE,那这呢也是CE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把正负EC,人们再继承一个常数,这都是一个记号,听到没有,这没有说具体是哪一个常数,那一个常数再继承一个常数,来回的去转变嘛,所以最终我们解除什么了,解除这个Y,应该等于多少,最终Y,咱们解的结果应该是写成这个, C倍的X,E的什么,是不是E的在负X,那这把写完了,那这就是本题的这个通解嘛,对吧,这个过程就是刚才给大家展示的,好,这是第一个,变量可分离的方程,怎么去解,就是两端做积分,很简单,啊,再往下来,看第二种方程,第二个题目, 那又该怎么解呢,第二个题,说,求这个为方程,Y加根号DX的,减X的DY等于0,然后呢,X的大于0,求这个方程的指定的那个解,啊,指定什么,指定一这个点取到0的这个解,这种解叫特解,对吧,特别指定的解,好,来,先把这个方程变一下, 这个方程是谁啊,那你看哈,这是Y再加根号下,这个X方再加Y方,然后呢,这是DX,再减XDY等于0,这个方程咱们变形一下,先得认识它的类型啊,得适当变换一下,那我怎么办呢,我可以把这个DX出下来, 啊,由它可知,我把DX的除下来,写成导数,把这个X的除过去,所以你得要变一变,好像能变成DY,再除以DX,把DX的除下来,再把X的除过去,然后再一下,啊,这要有几步小变换,那变成谁了,嗯,是不是写成了这个,Y比X,再加谁,是不是再加这个根号下,X方,再加这个Y方,嗯, X方再加Y方,是不是再给它比个X,再往下走,Y比X不动,这个地方X大于0,大家想,X大于0,X能写成谁,是不是写成根号X方,那这样的话呢,你一整理就是谁了,那好像不就是根号下,拿进去了,是不是一再加上这个Y比X整个的平方,哎,这是什么方程,好像是其次方程啊,对吧,你看导数等于Y, Y比X,这是其次方程,其次方程怎么解呢,你记住那个关键话就行了,其次方程,就是令Y比X等于U来解,那这样的话呢,则Y是谁,Y就是U乘X,那Y是U乘X,那故,那Y的倒来,是不是Y对X求倒,写成谁,前倒后不动, 那就是X,那就是X的UBDX,再加,前不动后求倒是1嘛,好了,把倒数也给写完了,然后呢,给我带到原方程中,带到方程中有什么,你看,那这个地方,是不是我把这个倒数,要带进来,把它带进来嘛,你这一带的话,你看变成多少, 这一带的话 那左边不就变成了XDU比上DX 然后再加U 然后右端呢 是不是变成了U再加根号下 是不是这个一加U方 一加U方 然后你发现这个U干嘛能约掉 约掉以后呢再变形 也计变成什么 把这个U再除过来 好像是根号下1加U方 再分之1DU 等于右端呢 把DX乘过去 再把X的1过来 是不是就是X分之1 再来个什么 再来个DX 你看把DX乘过去 把X的除过来 这变成什么了各位 变量可分离 变量可分离怎么办 两端积分座 是不是积分就行了 那积分的话得到什么了 顾 大家琢磨 左端这个积分 熟悉不熟悉 这个积分 左端这个积分 我们屏幕前的同学 你还有没有印象 你不用再换圆了吧 咱们在当初讲求导 是不是让大家背过这个公式 我写一下哈 Line 是不是X加 根号下1加X的平方 这个东西求导等于多少 屏幕前的你 是不是应该背注了 它的导数不就是当初写的叫 根号下1加X方 再分之一吗 他求导等于他 所以他积分就是谁 他积分就是这个Line 这个不能忘吧 对吧 你看这不都是基本小知识点吗 为什么人家算得快 因为人家背注这个东西了 所以那个左端就是谁 左端就写成Line U再加根号下 这个写不像 写在下面吧 写在下面 积分 那所以推的这个积分 就是U加根号下 1加U方 然后这个积分就是Line X不用加绝对值 因为X的大于0 然后呢 再加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最好怎么写 写Line C 对吧 写Line C 因为这都是Line 看到没有 如果这都是Line的话 大家最好呢 这个都要写个Line C 这样简单 简单 好 那这样的话 最终我们看得到什么 那也几最终 是不是这个两个Line 可以合并 Line加Line就是相乘 所以这个地方最终写成谁了 是不是写成Line C 那两个Line再约掉 是不是这个Line 跟这个Line再拿掉 是不是两个帧数是相等的 U是谁 U是Y比X 再加根号下 然后1再加谁 U是谁 U是Y比X 那就是Y方 再比X方 等于谁 等于C 那这样来写嘛 好 有个初始条件 Y1是不是要取到0 又Y1要取到0 则C必须是几 就是X的取1 Y要取0 那来吧 X取1 Y取0 往里带哈 X取1 Y取0 这下就没了 X取1 Y取0 这下就是1呢 那C只能是1啊 所以闹了半天 C只能是1 C只能是1 那所以 这个答案就是谁呢 就是Y比X 再加根号下 根号下 1再加Y方比X方 等于X 做完了 这个就可以认为 是微分方程的解 当然 李老师 那为什么不把它解出来 那你对它好不好写呢 你当然可以把它写成 Y等于多少多少的形式 这叫什么呢 这叫显函数 这叫什么 这叫隐函数呀 咱们讲过隐函数呀 所以这叫显式函数的解 这叫隐式函数的解 两个解都对 都是可以的 对吧 因为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人们不好从这里面真的解出Y来 那解不出来怎么办 就说Y满足这个方程 Y在哪呢 Y在这个方程中藏着呢 对吧 这个答案也是可以的 这叫隐含数的解 对吧 我们学过隐含数呀 对吧 好 这是这样一个例子 你看计算量还是有的 好 这是七次方程 大家好好看一下 那再往下 再举个例子 看例三 那例三叫什么呢 叫微方程满足Y0等于0的解 这明显是什么方程 再简单不过了 这明显就是一阶线性 对吧 一阶线性直接被公式 解Y等于是一阶为底 是不是那个负P 负P 那这个地方P是几啊 P是1嘛 那就是负1DX 再乘KL KL是E的负X 再乘KLX CosinX 再乘1为底正P 那就E再做积分 然后再积分 然后再加个C 最终这是E的负X 乘以 这是E的负X CosinX 这是E的X DX 再加这个C 也就是这个可以干嘛呀 这个可以约掉了 最终这个积分 就是E的负X 那Cosin的积分是谁呀 是不是SinX 再加C 你看这就是本题的通解 但是呢 它不是找通解 它是找满足Y0等于0 这个指定的解 那来吧 呃 又Y0得等于0 则C必须取多少 这个C 呃 X的取0往里带 X的取0 Y必须取0 那C只能是0啊 所以从而这个Y只能是谁 E的负X 再来个什么 再来个三一X 做完了 这就是本题的这个解 找到了 那你看 这个解是个什么 我们一再强调 维分方程的解是什么 是一个函数 这不是个函数吗 那往下可以干嘛 可以考这个函数的一些性质 比如我可以考什么 诶 我来问 我说这个函数在哪里呢 诶 可以这样来考一下 这个函数在X的大一等于0 部分和X轴啊 围成的面积有多大 诶 我这次考什么 我考面积 是不可以这样考呀 考一个面积有多大呀 谁的面积 X的大一等于0 跟X的轴 对吧 跟X的轴所围成的面积 这个如果一改的话 这就是什么了呢 这就是2019的考题 2019年就是这样考的 2019年就是这个题 就是这个函数 都没改 所以这个命题 老师命题专家 那就是往下多考一步嘛 你看 2011年是找这个函数 把这个函数找到以后 那你如果多想一想 这个函数跟X的轴 围成的面积 能不能算出来 你一想 这就是2019年的考题 就这么巧 这个函数就是它 对吧 它可以这样考 当然也可以考什么呀 那我也可以考这个函数的什么 考这个函数的践进性 我问 这个函数有没有践进性呀 如果有 你能不能帮我找找呀 对吧 也可以考践进性呀 对吧 那这样也能够办得到呀 所以它可以往下考很多问题 为什么可以考 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解是个函数 就这个道理 这是简单的一阶线性 那么再往下 看个第四题 一个复杂的一个方程 第四题跟前三个题 不是太一样了 这个题拿到手 这个唯一方程 是哪一种类型 上来就碰钉子了 这是哪一种类型 我们只会一个萝卜一个坑 我们只会指定类型 可分离我们会做 其次我们会做 一阶线性我们会做 可是这个呢 你发现它什么都不是 它也不是伯努力 那怎么办 好 这样来琢磨 重要的解题经验 以前我们喜欢都是这样来读作 说把X当字变量 说把Y当函数看 但是呢 你们要有一个换位思考 唯非方程这个地方 完全有的提示考这个技巧 把Y当做字变量 把X当什么 当做函数值 这叫换位思考 对吧 别总是你说了算 偶尔你也让我发言两句 对不对啊 你 偶尔这个换一下 去分析问题 可能会眼前一亮 可能会顿时就把它拿下来 你比如这个题 我们来分析一下 由于这个Y的导是指谁 是指Y对X的导 Y对X的丘导 等于XY 再加Y的三次方分之一 那由它可以知道什么 颠倒一下 是不是写成DX比DY 那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 我这样写 DX比DY 是不是应该等于XY 再加Y的三次方 也几 我怎么写了 看 我写X的打一批 各位 这个打一批是指对谁打一批 对Y 这是对Y 现在谁是自变量 现在Y是自变量 对吧 我要减谁 我减Y乘X 我等于谁 Y的三次方 你想 我这样来写 你看我这变形 我把它减过去 我把这个三次方也留下 这样写 X对Y求到 减Y乘X 等于Y的三次方 这里面谁是自变量 我们再说一遍 是不是Y是自变量 这个写法 现在你能不能看明白 这是哪一种方程 是哪一种 这不是咱们最熟悉经典的一阶线性吗 对吧 然后你做个对比 如 以前一阶线性怎么写 是不是Y打一批 这个打一批是对谁 对X 然后又加个什么 是不是又加了一个PXY 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QX 这不以前是这样写的吗 那你来对比 以前是Y对X求到 X当自变量 X当自变量 就要加谁 加自变量 然后等于谁 是不是等于X的自变量 你看 这个对比 是吧 你对X的求到 加上X的函数 等于X的函数 你对Y求到 加上Y的函数 然后等于Y的函数 那做完了 这不就是一阶线性吗 所以开始背 那通解公式应该写谁 X等于谁 一意为底 负P 这个P应该是谁 这个P应该是指的负Y 是吧 负Y才是你这个P 这个Q指的是谁 Y的三次方 应该这样来去分析 去理解 好 那所以一意为底 负P 负P 那就是负Y 再底Y 再乘以这个K 负Y 再底Y 再乘K K是Y的三次方 再乘以一意为底 这个正P 那正P 那就是负Y 底Y 然后呢 再底Y 然后呢 再加一个常数C 这是要这样用公式 把积分来积一下 前面是多少 负负得正 Y做积分 那就是二分之一 Y方 然后再乘 这是Y的三次方 这是一意为底 负Y做积分 那就是负的二分之一 Y方 然后呢 DY 再加个C 再往下走 一意为底 二分之一 Y方 这个积分 那咱们得自己动动比 在草稿纸上去算算 这个应该符合分布积分 我把它摘出来 那个红颜色的叫I吧 这个I等于谁 那是不是反对 密 密函数保留 是吧 那写成谁呀 写成这边有个Y 底Y的多少 底Y的负 这个是Y方 底负二分之一 Y方 是不是这样来写 凑微分吧 那这样无非多个什么呀 多个负号不就行了吗 那加个负号 对吧 E的负二分之一Y方 求导还是他自己 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多少 多了个负Y嘛 那负Y 他前面没有负号 所以这样来写 那这样等于多少呢 那这样是不是应该等于 负Y方 一意为底 负二分之一Y方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一次多少 一意为底 负二分之一Y方 再底Y方 是吧 所以这个积分 大家记得结果应该是 负Y方 一意为底 再负二分之一Y方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是一的负二分之一Y方 最好后面也写谁 后面也写个负二分之一 这样 那这前面多个谁呢 是不是多个负二就行了 对吧 是不是横等变形了 负二乘负二分之一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把负二分之一Y方 是不是都读做一个什么呀 这是 这是负二分之一Y方 这再多个负二 你把负二分之一Y方 是不是都读做T 是不是负二都读做T 是不是一T底T吗 那原函数还是多少 只能应该减个二 是不是一T呀 是不是减个二倍的 负二分之一 这来个Y方 是不是这样来写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积分 把它积的结果 好 把它擦一下 好 这是这样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积分就积完了 然后呢 再加谁 再加这个常数C 加常数C 那这一块积分 你把它整理一下 最后呢 把它乘进去 是不是负二分之一 这个E的正二分之一 和负二分之一底销 所以前面有个谁呢 有个负Y方 再减谁 再减二 再加C倍的一亿为底 是不是二分之一Y方 接完了 这就是本题的答案 这就是我们的通解 只不过这个通解是什么 是X等于Y的形状 是这样写 对吧 因为这一次我把X当函数 Y当自变量了 好 这个技巧咱们咱们考试中也是多次考到 数学二的卷子就考过很多次 数一数三也有 要学会换位思考这件事情 好 这是讲的一个小技巧 换位思考 对等 对调去看 对吧 或者说换位 或者说对调都行 把这个字母之间的地位 给它轮换一下 去分析 然后就发现这就是一阶线性 然后背公式 那么再往下来看一个综合题 对一阶线性 对这个一阶方程 咱们就把它收文 看一个考试真题 在2018年 数学二的卷子 考了一个综合题 给了一个什么呢 他说这个函数Fx 满足这个积分等式 积分加积分等于它 第一问求F 我们只会干嘛呢 我们只会求维分方程 所以大家如果碰到积分的题 没法处理 积分 我们没有学过这种方程怎么解 所以碰到积分方程都干嘛 转成维方程 那得求导吗 对吧 因为维方程涉及到求导 可是求导有个问题 这个积分是可以求导的 因为这里面 这里面没有什么了 这里面没有X 但是后面这个积分是不能求导 这里面有谁 是不想到咱们讲的那个变伤线 能不能求导 这不能求导呀 来分析一下 由于蓝颜色的 是不是0到X 是不是T倍的Fx-T 在底T 这个呢 不能求导 我们立即对它进行换员 是不是X-T是个U 换员为了求导 来换员要换上下线 T取0 是不是U要取X T取X 是不是U要取0 T写成谁 T写成X-U 那F写成FU 底T呢 底T是不是要写成负底U 这样来分析 那然后呢 商瞎先一颠倒 是不差个负号 所以我呢颠倒成什么 又颠倒成0到X 然后呢 这是X-U 这是FU 再底U 那这里面还是有谁呀 是不是还是有X 这还有X呀 那怎么办 咱们是不是还讲过这个技巧 把X给干嘛 给提出去 是不是有这个技巧呀 提出去 好了 这一提X没了 是不是0到X 然后这是FU 再底U 再减 这是0到X 这是U 这是FU 再底U 那这一段 那这一段 是咱们积分中的重点 对吧 是为了能求导而进行的变换 那由他可知 原方程就变成谁了 是不是0到X FT 底T 再加上这个谁 是不是X倍的0到X FU 底U 然后呢 再减0到X U FU 再底U 等于AX 所以变成这样一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呢 自然两端要求导 求导 左端求导 就是FX 中间求导 是不是前导后不动 前导后不动 是0到X FU 再底U 再加 前不动后求导 是FX 最后一个积分求导 是不是直接求 是不是减X FX 右端求导 是2AX 你看这不就求完了吗 然后这俩约掉 可是呢 你发现这还有什么 还是有积分号 那没关系 再求导 再求导 是不是就是F1 再加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就是FX 没了 右端只有2A 这是3 你看 经过两次求导 你得到了一个什么 这不是一阶 线性方程吗 看到没有 这个P不是1了吗 这个KO呢 KO不就是这个2A吗 对吧 这是一阶线性啊 你看 最终搞成了一阶线性 那开始被 雇这个函数等于谁 以1为底 是不是负P做积分呀 P是1嘛 那负P就是负1 负1做积分 就是负X嘛 直接写 然后再乘什么 是不是再乘KO 再乘这个KO是2A KO再乘谁 以1为底 正P P是1 1做积分 就是EX 再DX 再加谁 再加C 那最终呢 把它解一下 最终咱们解的这个FX等于多少 是不是 E的负X 再乘 这是2AEX 再加C 搞定了 所以本题的FX找到了 就是这个东西 最终求得的结果是他 这是考大加这个违配方程啊 好 我把这个往上提一下 因为这个空间有限 那么通过被通解公式 我们找到了这个通解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还有个第二问呢 但是你注意 我们同学刚开始接触这种题 很容易 就是在这个地方吃亏 吃什么亏呢 像这种题 他没有给初始条件 他没有说吧 没有说谁等于谁吧 没有说 但是呢 这种题往往是藏着初始条件 怎么找呢 这样 让X取下限 令X取成0 取成下限 你看这下限都是0吧 我让X取0 大家来告诉我 X取0往1中带得到什么 往1中带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0到0了 你看 这是0到0 0到0就是0 这是0到0 这是0到 这不横程里 什么也得不到 好 你不要灰心 把它再往2里面带 往2中带 这个地方是谁 是不是F0 这是不是0到0 就是0 这个地方是不是X取0 就是0 所以得到什么了 所以你们得到了且F0等于几 是不是F0等于0的一个初始条件 看到没有 这个可别忘 人家不告诉你 你得自己找 怎么找 让X取下限 往这里面带 往这里面带 总能带出来一个 F0取0 所以这个C取多少 那F0往里带 F0的话就是2A加C 所以C应该等于-2A 对吧 那故这个FX 闹了半天 这是谁呀 闹了半天 C应该是取-2A 往里沉进去 是不是有个2A C呢 是不是在减个2A C取-2A嘛 然后再来个E的-X 这才是你本题最终的这个F 找到了 是这个东西 你看看 不是你刚才那个答案 你那个答案有个C 不对 不能有C 好了 第一问解决了 然后第二问干嘛 再求A 那怎么求A 给了一个条件 说平均值 你看是不是考到这个概念了 平均值 是不是定积分里面讲了平均值 平均值是什么呢 平均值是积分除以长度 所以第二问 要算积分 由于0到1上小F做积分 就是这个东西 0到1谁 2A再减2AE的-X做积分 这个积分来把它积一下 这个积分那第一项还是2A嘛 第二项找原函数 那就是2AE的-X 然后呢再取0到1 再往里带 如果是取1的取0的话 取0呢 是不是就是-AE了 那就没了 只有取1 那就是2AE的-1次方 这是积分 它的平均值 这个题比较巧 它是01区间 是吧 01区间的平均值 那就不用再除了 1就不用除了嘛 所以说它就等于几就行了 是不是等于1 平均值为1嘛 那所以最终A就出来了 对吧 那则 这个A应该是多少 所以我们推得A应该是等于 这个把亿乘过去 1二分之1吧 是不是2分之1 再来个亿 应该是这个数据 这就是2018年的一个大题呀 你看个计算量是不是有的呀 是不是很综合呀 难度倒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很综合 涉及到边线积分 换源提出去求导 涉及到解为方程 涉及到平均值的概念 它都有了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有关一阶方程 我们就通过这样几个例子 帮大家串讲致辞 请大家呢 及时的把这个一阶方程 这种最简单的类型 它的种种提形 种种计较 比如XY对调 互换地位去看 比如像这种把边上线 求导变成唯一方程 然后再去解这种综合题 把它落实好 好 一阶方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